大家好我是阿天 現在是下午2點鐘 午飯時間之後休息一下 錄一個比較開心的影片 什麼開心的影片呢 就是我的這隻獅子 即將要白色了 白色之後就可以到占星抽去抽 最近我有比較認真一點 王座之塔也有打 戰役也有打 因為現在是在隔離期間 已經即將要結束了 然後我驗的話最近病毒量也下降了 這個原本我昨天就想要錄這一集 但是昨天竟然沒有抽到 然後我自己我也忘記到底幾抽了 所以我很有信心 這一個10抽一定可以抽到 另外這一隻獅子 1.97版緊接而來的就是團隊影針 所以說這隻獅子的話 這團隊影針也是用得到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它培養到神話一星吧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 我記得應該保底了吧 這一次我覺得 沒有50抽也有60抽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再不中的話 沒關係 我還有這個月卡的話 還可以再抽20抽 所以我相信這次應該會中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抽一下 1.2.3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耶 但是為了預防這個狀況發生呢 我也是有所準備 這邊有7個對不對 然後正好今天月卡領完這3個 好抽夠了 又10抽了 我不信這次沒有中 這次再沒中的話 真的至少670了 這個再沒中太誇張了 好 我們就來抽一下 欸 還真的沒有耶 哇 那怎麼辦 我很有信心會中耶 這真的太糗了 但是也沒有關係 遇見這個狀況的發生 這麼衰我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右上方點數我已經夠了 那我準備買一個這個VIP的禮包 不過真的是太尷尬了 因為我覺得再20抽一定會中 所以說這個月我不買靠賞令 應該說我有兩個月沒有買靠賞令了 因為我買月卡就已經差不多把我的擴大用完了 但是這一次沒辦法 因為影片我已經話講那麼多 我已經不想要重錄了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我的VIP VIP的話是在普通商船冒險家特權這個地方 這個太貴了買不起 我們來買便宜一點點的 欸 這邊有一個比較便宜一點點的 2499點券 40個占星抽 跟40個這個時光輝季 好 就買了齁 也只能買一次而已 這一個 好買完了 欸 這樣子再不中 這真的不夠意思了吧 對不對 40張齁 來 抽一個 啊 就是差至最後這個10抽了啦 好 終於中了齁 這隻獅子齁 那這隻獅子中的話 意義非凡了 就是這三隻 我還克的金齁 然後呢 欸 升上去了 欸 神話了齁 但是神話還不夠齁 神話還不夠 我們到占星這個地方 把他射進來 欸 藍精靈就不管他了齁 就算他現在是在那個活動裡面 呃 他是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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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血喔 好 這樣子齁 欸 其實抽個兩個藍心靈 就會有10個占星抽也可以啦 好 那現在有178個占星抽 為什麼會那麼多呢 因為我最近開始比較認真在推這個王座之塔了齁 所以王座之塔呢 也有很多的這個資源喔 好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齁 178張占星抽 呃 就算 都是保底 60 60 60 應該也有100 180也是夠啦 那至於說我上次的影片齁 60 70 60 70 70 但是我相信齁 178一定可以讓我抽到3隻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抽吧齁 這一個布魯特斯 齁 抽個3隻喔 好 一開始第一個10抽 沒有齁 沒有齁 沒有不意外齁 第二個10抽 喔 馬上就來了齁 唉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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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再來再來齁 好 10抽齁 我們都是從10開始計算 沒有 20抽 也沒有 30抽 欸 哎呀 不錯不錯齁 這個剛剛的這個歲運齁 終於一掃陰霾啊 哎呀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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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來齁 再一次就好再一次就好 唉呦這次不錯齁 再來10抽 沒有 20抽 也沒有 30抽 哎呀 也沒有 40抽 又沒有 喔 這看來是要保底的 50 哇 又沒有 60 差不多了吧 60齁 這個差不多保底了 好啦 那這樣子抽完了之後呢 又是3隻喔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唉 出現這個什麼 解鎖刻印了齁 然後太好了 刻印解鎖了 然後呢 趕快 趕快給我 給我進這個 這個家具工坊喔 應該說進 鋁墊啦 好 唉 我有升他嗎 我應該是有把他放到 心願清單裡面 我自己也忘記了 好 升一下喔 這個 這個就不用省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 啊 我竟然沒有把他放到心願清單裡面 我是忘記了嗎 糟糕了 我看一下我的這個 這個心願清單 欸 蛤 我真的沒有擺獅子 欸 有啊 我有擺獅子 可是一個都沒抽到是不是 不行不行不行 至少 至少先來個三件家具吧 真的我也忘記這個獅子三件家具是什麼 來 先給他三件齁 先開第一個技能再說 好 開了齁 這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 回顧一下 HP的獅子的這個 這個家具是什麼 原來最近的運氣 運氣這個 怎麼講呢 都沒有抽到他的這個家具喔 呂電 寒怒一擊 急飛 急飛到那麼遠喔 然後戰場邊緣 然後暈眩效果提升 啊 其實也是很重要 但是沒辦法 沒有就沒有啦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是要把他的這個 這個屬性提升上去喔 鑽30是一定要的嘛 來看一下齁 鑽30的紅家具夠不夠啊 喔 夠喔 夠喔 一開始我們就先把他升上去了 然後我的這一個 喔 這個也夠 這個也夠 水啦 我看一下喔 克映的話 他有沒有一定要升到克映呢 其實他是HP的英雄 其實也不用考慮了齁 克映30 呃這個持續時間 傷害提升 那一定要啊 這一個 不屈戰魂 哎呦免死兩次 那也是一定要啊 對不對齁 好啦不用考慮啦 我們這個就是給他升上去喔 喔 這個存好久喔 好 沒問題喔 升上去 升升 呃等一下 不要按錯齁 我30就好 31的話那是給大佬去升喔 好 30了齁 然後再來我們的克映 快速升階 哇 舒服啊 再來 快速升階 這也是存好久 喔 存完了齁 這樣子 好啦 那這樣子我的這個布魯特斯齁 算是小畢業齁 再來就是欠這個家具齁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能玩這個團隊點贈齁 說到團隊點贈呢 我們先鋒服齁 不要忘記報名齁 對不對齁 雖然說先鋒服是比較 比較這一個 可以放鬆一點齁 那但是這個團隊點贈 依舊是要這個 榮譽報名齁 好 榮譽報名的3000鑽 大家都存好了嗎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齁 好 那在這個1.97版更新之後呢 馬上緊急而來的就是這一個 呃 這一個團隊點贈的報名 而且欸 喔 這邊有一個新的介面喔 然後喔 這個是重母是不是 報名參與團隊點贈 可以獲得海量獎勵 錯過報名時間 這樣無法參與 快快前往報名吧 這邊多了一個這個提示喔 好 那在這個地方齁 一樣齁報名 然後欸 我們公會齁 肯定是榮譽報名的 那如果修行報名的話呢 肯定會被踢出這個公會喔 然後報名齁 一樣是3000鑽 好 報名完成了 那還記得報名的這個流程嗎 報名的第一天第二天呢 你 都是可以報名的時間 然後第三天呢 是休息齁 就是系統系統配對 欸 那個那個叫配對嗎 應該叫配對吧 然後第四天正式開賽 所以說呢 今天是8月26號禮拜五喔 那所以說呢 呃 禮拜五跟禮拜六是報名時間 禮拜天齁 是沒事做 禮拜一開打齁 那為什麼會那麼奇怪的時間呢 那就是因為說 這是先鋒服嘛 那但是呢 如果說是正式服的話呢 相信開打時間 應該是會落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喔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